嗨 大家好 周末好 8点钟 这么早起来 今天是改车子的一天 先跟大家说个事 昨天拍了那个水嘛 热嘛 水都恨不得 枯没了 对吧 还有啊 我回来后发现我们家车也受到了损失 这个顶上面油漆都已经炸了 炸开了 一直长时间晒 我原来是停在别的地方有树荫嘛 就中午最热的时候就不会被晒到 我为什么停在这呢 就是想给我的这个 大大白上位置 因为我这个车是纵向的 其他的车位不是特别好停 这个纵向停在这就不是很碍事嘛 但是如果这个位置停走了 别人车就站住了 我其他在小区里面就不太好停车了 所以一般这个车动的时候呢 我后面那个 大白就把这个位置站住 回来后再换 懂我的意思吧 没办法 车太大了 不好停车 今天是改车的一天 改车好几天都没动了 对不对 哎 还有人说 哎 又黄了 又黄了一个 这两天虽然没有拍改车子 但是我在学习啊 这改车对我来说不是轻车熟路啊 我不是什么都会啊 那拆拆那些东西 木工啥的我都还行 我觉得都不是特别难 但是也有对我来说还是有特别难的项目 比如电啊 是吧 比如木工啊 水可能还稍微强一点 然后这两天你看看我的车库 这个房车它就要要有电了 是吧 电路这一块是非常复杂的 哎 放一下啊 你看我这是买回来的 这两天终于到货了 这是锂电池 这是逆变器 就是汽车是12伏的电吧 到时候要把它转成220伏 比如说咖啡车 咖啡机啊 还有啊 其他的一些电器啊 还需要220伏的电 所以需要把12伏转成220伏输出啊 要用 还包括现进的粗细啊 是吧 因为汽车的东西都很专业 跟电有关的都很专业都很危险 不能够那么随便那么莽撞对吧 像布枪木头 木头拆完了 不行 再买一块重新切 这个不行啊 这是关心到危险的 是吧 现进的粗细啊 都是会影响到电车里面的发热量啊 根据发热量不同啊 你都要保险啊 这是一个300安的保险 你看 300安的保险啊 所以需要时间 别着急 别着急 我买了这么大的一个家伙 我都没着急 你也没着急 这是我改的第一台车嘛 经验要慢慢的累积 还有很多不懂的需要我去学习嘛 对不对 然后还有最主要的就是这个 电池啊 蛮贵啊 电池很贵啊 大家可以去搜一搜 像这种磷酸铁理的电池 非常非常的贵 然后淘宝上面的鱼龙混杂 有很多现在电池 我搜了一下 很多这个猫腻啊 他们就是怎么说 它标配的电容量 它会 有水分啊 你买的600安时的电池可能达到手 可能只有500多安时 它会少很多 所以在众多淘宝网里面 你要去甄别或者你去找 当然我也不能确定我这台 这台就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哈 我也不确定哈 因为昨天才到 昨天才到 所以今天才能开始弄 好吧 废话不多说了 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情况 购物 购东西 购一些电器的一些装备 今天就开始折腾了啊 这层电路啊 这是我认为 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挑战的一个项目 也是 真的压力很大呀 好了 不多说了 吃了凉快 赶紧坐吧 好 这是车内情况 车内情况和上次最后一个汽车视频 结束以后呢 几乎上是没动的 因为这两天说过一直在研究电炉这方面 所以呢 潜心学习 所以这都没动 然后这还是之前的一个形状 上了螺丝 然后很多朋友说这个 因为抬高了螺丝 地板下面是镂空的 这样呢 会不太安全 我觉得说的也很有道理啊 目前有两种方式呢 第一个就是在地板下面呢 会采取那种钢管或者是铁板 下面 电高 电厚 增加它的强度 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 呃 用原车地铁板的那个钢板的那个孔 你看我都划线了 划了黑线 就是我可能会锯掉 把这个木板 这个形状锯出来 然后让那个凳子落下去 然后用原装的螺丝固定 说一下电池的吧 我那个负电瓶 负电瓶 我想装在这个副驾后面 我看很多海外那些博主 他们装的都是这个后轮这一块 后轮这一块组装 可能他们的这边面包车什么的 他们是双电瓶 他们后面有电瓶 呃 我们国内我看到很多电路改装 几乎上都是装在副驾后面 副驾的下面 这个这个空间里面 特别特别大嘛 嗯 可能和我们这个单的发电机有关系 从那边 发动机那边发电机那边啊 拉线过来的话 这边就会方便很多 线走的会短一点 再从这接N多的线 比如插座呀 还有你一些电器的线 再从这通过这个上面 走到你想埋涉的管道那个地方去 所以今天要把副驾拆来 然后在这折腾一下 把电瓶和逆变器看这个地方能不能撞得下 哎呦 还没有合适的这个电动套筒 这个是13的 我最大的也是14的 所以工具很关键 插一个工具 你可能整个工具都得停下来 13的 这螺丝还是很紧的 是必须得上紧一点 座椅安全嘛 哎呀 天呐 这个逆变器都有20多斤 没有考虑 没有考虑一个问题 那个锂电池 有70公斤 我拿不动 搞鬼 一个人搞不定 这些玩意儿都很重啊 这是一个纯正悬拨逆变器 3000瓦最高的 3000瓦不是最高的 就是比较大的 这个放在这儿应该可以吧 然后这边放锂电池 还可以啊 有板地器啊 80公斤的 别人还不要我送外卖 哈哈哈 那我就搬这个算了 咦 东堵了呀 螺蛳孔堵了 原装的那个座椅螺蛳孔堵住了 搭了 这个去点 往这边 下注尾 点灯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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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冰箱 我先把鞋子放在一起 嗯 放入冰箱 我已经装好了 现在装酷能剂 就能显示电池的容量 刚才我一起折腾的是行车充电 先试一下发动机 看一下发动机启动以后 里面的发电机能不能 给这块电池来充电 我希望发动的时候不会爆炸 等会突然爆炸 看不到我了 这个视频就结束了 哦 阿弥陀佛 不要摸烟 没事 再充电 给大家看一下 太好了 成功了 怎么成功了呢 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酷能剂的表 它在闪呢 一闪一闪的 像呼吸灯一样的闪 那这种充电 现在是13安186瓦 再往里面充电 这种充电方式呢 这种充电方式 就是我刚才一直在折腾的 一直折腾的 就是 行车发电 就这个 这是一个电池式的电池隔离器 它是在发动机以后的 红灯亮了 红灯亮了 证明它就在供电 把这个电瓶放过去 装好了 OK 然后再来看一下 我的这个沥边器啊 100多瓦还在充呢 快满了 600的 这个开一下 啊 通电了 欢迎使用 智能力变器 OK OK 装好了装好了装好了 诶 哪里的响啊 它掉下来了 只有50多瓦了 因为这款机子它本身就 就带机的 电流 它就会充的少一些 只有40多 刚才100多的 是不是 那证明这个待机 待机耗电量挺大的呀 起码带了50多瓦呀 这个起码有50多瓦呀 啊 细火了 细火了 细火那个 这个呼吸灯它就不亮了 它就是以常亮的方式啊 常亮的方式 它不像刚才 一昔一暗的 一亮的那种呼吸 啊 这个就很好了 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重点啊 重点啊 这个灯还亮的 它到处会断电的 其实也蛮简单的 但是比较复杂吧 最复杂的 最复杂的就是这个电池的 副电瓶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空间特别的狭窄 工具不是特别好用 所以这边浪费了很多时间 描述一下这个过程 可能大家有的不懂啊 有的可能懂 主机 主电池的正极连过来 这是一个电池式的 双电池隔离器 通它的正极 它也是相当于是一个保险 在电瓶达到多少 多少伏的时候 它就会给它充电 其实电压不是特别高的时候 它也不会充电的 它是会自然选择的 然后这边这是正极 过来以后连到负电池这边 有一个300安的保险 就是保护电池的 保护里面的电池 保护里面的锂电 这个烧断了 到时候可以更换的 然后电池供电 就供在锂电池里面 这么大的一个锂电池里面 然后负极 正极 然后正极就连 这个逆变器的正极 负极连 逆变器的负极 正极连正极负极电器 就是这样一个原理 然后这边再连 它可以转成220的电 就可以这个车里面的空调啊 还有其他的220伏的 那些电池就可以用了 这个直接出来的话 也可以用12伏的 因为这个就是12伏的 现在电是14伏 现在没充电了 然后92.9瓦 什么的耗电啊 哦 是这个 这个的耗电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它就仅有七八十的那个耗电量 看到没 就这个空的 它不发电 它就带机 它就92瓦 92瓦 太开心了 太开心了 终于成功了 就关于这个线路走线 我这在家研究了三天 一直在研究怎么走线 一直在研究它的原理 一次成功 太开心了 这样可以用220伏的电 然后最后这个电 相信说电的问题就解决了 然后这个电呢 一共有三种方式 我不知道之前说了没有啊 已经累趴了啊 之前三种方式 第一个呢就是 太阳能充电 一种 一个是行车充电 就是我现在选择的一种 还有一种就是四电 四电充电就是外面接一个 那个 插座过来的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可以接 可以接四电 所以说我这个目前满足了 满足了两种充电方式啊 而没有选择 太阳能板的一个充电方式 后期吧 后面再说一下 为什么没有选择 太阳能板的一种充电方式 而选择这种啊 这两种啊 我觉得这两种可能会更适合我一些 然后我选择的是一个大 大电池 大电 12伏600安时 相当于7.2度电 7.2度电对我来说应该用个四五天 应该是没问题的 然后就这样了 开心 开心 后面就可以继续往后面走了啊 后面就是里面的布线 那个灯啊 插座啊 这个到时候走完线以后 直接就可以往这个立面器上 或者是这个上面的去装就好了 后面再走 后面再去学 边学边改 真的 真的是现学现卖 但是多多双双双还是一点小进步嘛 我有电了 我有电了 解决电的问题了 这是最开心的事情 没有断根吧 没有黄吧 下次见了 拜拜